中盟边境历史八年终于获得突破 内蒙古将大片领土归还中国 并且位置还要比台湾重要百倍 那这究竟是哪一地方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 使中国领土损失惨重 外蒙古 库叶岛 唐弩 乌良海 西藏南部等共计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先后沦丧列强之手 甚至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外蒙古 也加入了掠夺中国领土的行列 在苏联的支持下反过来强占了我国的贝尔湖 中盟历史博一八年 我国才收回贝尔湖6.6%的面积 那贝尔湖究竟有多重要呢 历史上 贝尔湖又被称作捕鱼海 这是因为贝尔湖的渔业资源丰富 是天然的捕鱼场 贝尔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南方位 是中国与外蒙古的借湖 其中6.6%的面积归属中国所有 剩余93.4%均在外蒙古掌控之中 不过这仅仅是1962年中盟签署边界条约之后的情况 更早的历史时期 贝尔湖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我国对贝尔湖的主权享有 最早可追溯到明朝 然而随着外国列强侵华脚步的加快 中国大骗国土不是沦丧侵略者之首 就是被迫宣布独立 而外蒙古和贝尔湖就是在这一时期 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1911年12月1日 外蒙古在沙尔的支持下 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 北洋政府据理力争 经过四年谈判才勉强保住了对外蒙古的主权 1924年 中国与苏联签订有关外蒙古主权的协议大纲 双方在外蒙古仍属中国仪式上达成协议 然而同年5月 随着外蒙古君主这不尊丹巴的去世 外蒙古君主立宪政敌很快被取缔 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外蒙古的独立 离不开苏联在背后的鼎立支持 这是因为苏联想要在中苏之间营造出一块缓冲地带 以维系自身的南京安全 自此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并成为苏联的盟友和附庸国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多次与苏联外蒙古展开谈判 表示希望苏联和外蒙古归还中国领土 其中就包括贝尔湖 实际上早在列宁时代 苏联就曾向中国作出保证 将会归还沙俄历史上侵占中国的国土 倘若列宁同志没有早早去世 苏联或许真的会将1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交还中国 在中苏盟三国友好 达成战略同盟的大背景下 外蒙古归还贝尔湖或许也会水到渠成 可列宁去世后 苏联方面在未提及过此事 归还领土一世自此遥遥无期 毕竟在苏联的战略部署中 外蒙古本就是牵制中国 充当中苏未来战争前沿阵地的炮灰地带 苏联在与中国交好的同时 也在为日后中苏可能出现的关系恶化提前布局 而蒙古国广袤的国土 就是苏联保证自身安全的缓冲地带 所以拉拢外蒙古 维护外蒙古领土权益的同时 稍加敲打中国 自然成了苏联的必然选择 在这一既定政策主导下 苏联人自然不乐意归还中国的领土 而没有苏联做主 蒙古人也不会主动将贝尔湖还给中国 就这样 三方谈判持续了数年之久 眼看谈判长期没能取得进展 中国索性暂时放弃了 从苏联手中收回领土的打算 转而避开苏联 直接与外蒙古谈判 而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 自然就是贝尔湖一代 自1953年开始 中国成立中盟边境线划定小组 与外蒙古方面救国土划分问题展开谈判 中国主张外蒙古归还二战期间占领的贝尔湖 可外蒙古却一口咬死 不承认我国历史上对贝尔湖的主权 并以此为理由坚决不交还贝尔湖 倘若没有苏联在背后撑腰 中国或许还能在索取策略上更强硬一些 可奈何苏联一心支持外蒙古 中苏蒙三方又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盟国 中国政府也不好对使用强硬的手段 于是经过89年的磋商后 中盟最终还是签订了中盟边界条约 贝尔湖的93.4%被划归到外蒙古 中国只占据贝尔湖的6.6% 总面积40余平方公里 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最后却仅仅收回贝尔湖6.6%的主权 这样的结果似乎很难让人接受 那么中国为何愿意如此微不足道的成果 来结束这场谈判呢 这场三方博弈的背后 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 其实6.6%的贝尔湖主权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中方的目的 首先中国能拿回一部分贝尔湖的主权 就相当于背后的苏联 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松口 4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虽小 但却是中国对苏外交战略成功的第一步 领土对国家而言固然重要 可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来说 一个贝尔湖的政治意义 远比其本身的价值更重要 中国想要看到的是苏联的让步 另一方面 贝尔湖地处偏远 实际开发价值有限 正如谈判中州总理所言 中共之间是友好邻邦 请给我们的牧民留一些印马的水吧 对中国来说 贝尔湖的最大经济价值 就是为当地牧民提供一部分 淡水资源和渔业资源 为中国边境区域的发展 提供一些基础性保障 而40余平方公里的水域 足以满足贝尔湖附近牧民们的基本生活 基于此 中共中央所幸将大部分领土 让给了外蒙古 转而以此为筹码谋求 更甚远的战略价值 1950年以来 中国向苏联屡屡传达收复领土意愿 结果却屡遭拒绝 自此中国政府便开始实施 对外蒙古的怀柔政策 争取外蒙古向母方靠拢 外蒙古可以成为苏联的南部屏障 同样也可以是中国在北京的屏障 所以 争取外蒙古成为几方盟友 对于中国的北部战略安全让意义重大 想清楚这一层利害关系后 中国开始通过贸易 元盟 文字改革等方法 试图从外部加强对外蒙古的影响 竟然将其拉向几方阵营 从1951到1956年 中国双边贸易额几乎增长了八倍 不知不觉中 中国已经占据了外蒙古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5% 不仅如此 中国在与外蒙古的经济关系中奉行帮助政策 这种帮助早已超脱了一般国际关系中的互帮互助 甚至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内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援助 几乎是单方面的经济元件 在这种对盟政策背景下 中国自然也不好再紧盯贝尔湖主权不放 倒不如将其当作顺水人情让给外蒙古 所幸 中国的付出收获了外蒙古的回报 双方关系迅速迎来改善 眼看风向不对的苏联人 立刻对中盟关系表示了强烈猜疑 并试图干扰两国关系走向 但就实时来看 显然是中国的元盟政策取得了胜利 因为中苏对外蒙古采取的援助政策 有着截然相反的性质 苏联对外蒙古的帮助 完全是出于地缘价值利用 而中国虽说同样不乏拉拢外蒙古的意思 可对外蒙古的援助是真心实意 毛主席曾对外蒙古方面做出过这样的表示 中国人历史上也曾统治 剥削过外蒙古人 欠了外蒙古人的债 所以新中国站稳脚跟后 理应还清过去犯下的错误 周恩来总理更是为外蒙古人描绘了一个美好愿景 从历史上看 我们欠债欠的更多 历史上你们也处于不好的位置 我们汉人筑起了长城 不让你们往南边来 还把你们赶到苦寒的大沙漠 自己占据了好地方 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了 应该加倍偿还你们 毛主席和周总理之所以提及历史上的剥削和今后的还债 一方面是切实想要弥补对外蒙古人的伤害 另一方面也想以缅怀历史的方式 勾起中盟历史上的深厚关系 为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努力 总而言之 割舍贝尔湖是中盟友好 争取外蒙古导向中国的必然选择 在更加宏大的国家大略面前 一个并无多少实际利用价值的贝尔湖 成就了中国向外蒙古示好的筹码 况且中国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主张和立场 谈判中我国坚持几方对贝尔湖拥有完整主权 对外蒙古人做出的让步 恰恰是我们找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中国友好平衡点的体现 仅仅收回6.6%的贝尔湖领土 看似是中国吃了大亏 但就长远利益来看显然还是中国占了上风 起码相较于苏联是这样 贝尔湖一个牵动着中苏母三国利益与关系的湖泊 贝尔湖的丢失 是苏联试图掌控外蒙古 向中国施压的战略缩影 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 中国没有选择与之直接撕破脸 更没有选择默默吞下苦果 而是审时多市争取回6.6%的贝尔湖主权 这区区40余平方公里的领土 既保证了中国贝尔湖地区牧民的利益 也在一定程度上向外蒙古传达了中国的善意 为接下来两国的交好奠定了基础 因此贝尔湖三方博弈看似是中国吃了大亏 可实际上却是中国高超外交智慧与战略眼光的最佳体现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